艺术是人类文明最璀璨華美的象徵 而艺术史上有傑出表現的人 莫顧於可以彰顯艺术天賦 並且展現出跨越前代之創思的藝術家 李國松的作品看似簡單平淡 其實變化萬千 韻味無窮 不論是用色還是構圖 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以及創意 充滿了東方的神韻 敬意相當的高 李國松認為 畫家和科學家沒有什麼兩樣 畫家也要像科學家一樣 在畫室裡不停地實驗創造 所以我就想 畫家也是一樣的 所以畫家 你腦子裡有一個創作的思想 你有一個自己的idea 但是呢 你要想把這個idea 把它表現出來的話 那你必須在畫室裡做實驗 你在畫室裡做實驗 你做了 有所創造了 那你才是畫家了 你沒有創造的話 就不能成為畫家 李國松為人豪爽 不知小潔 對於繪畫也很有自己的一番見解 他認為 自從南宋以來 維人畫發展迅速 然而這群提倡書畫同源的文人 卻是外行人領導內行 是造成中國藝術威迷不振的主因 這句話一出現 立刻在畫壇先前一陣批評之聲 不是我 因為看到中國美術史的這種現象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提出了一個口號 要割中鋒的命目 你非要 因為你要打倒文人畫 你就必須要割中鋒的命目 所以我連帶連比利麵我都要割 這就是我當年提出的結果 就因為這個不得了 整個的香港 台灣 一片嘩然 就把我罵的狗血噴頭 說我是十五 十五 說我是數典望族 其實我比他們都愛中國傳統 我就覺得中國的傳統沒有繼續發展 這是我們中國繪畫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罪過 如此替中國畫壇猶新的劉國松 他的作品豐富而多變 六年代的抽象山水 具有陽剛強烈的宇宙萬象 以雪末為主調隨大筆寥寥而氣勢磅 變化萬千 其後實驗各種材料以及技法 用特製的紙加上各種繪畫技巧和變化 募求不同的效果 不管是浩瀚的宇宙還是大自然的奇景 都可以生動巧妙地呈現 而今年已經75歲的他 依舊會發揮他那源源不絕的豐富創意 像一個科學家一樣 為畫壇注入許多新的力量 Pam 詞曲的作詞 旨加�� tempted提供 進入許多世 竟然比作為非 bunch 有禿寶寺 竟然越來越